大家的话呢,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各位的作答结果 这个也是用Google表单做出来的 那各位比较有兴趣的也许是700函数 这个会讲到,但是在高阶的函数 等于是函数里面当然有常用的比较简单 像什么加总平均那个,我想大家都会用 可是如果再进阶的,其实在以色列里面函数 至少有255个以上的函数 那当然不可能你每个都熟啦 那如果你完全没用过那些函数,你要怎么使用 那你如果会用那些函数呢 其实对工作效率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你会马上问题就解决 那你不会的话,你可能要涂跑链钢 OK,那可是问题那255个是不是包含 所有工作都可以包含,但不是 很多其实不行,怎么办呢 要用VBA,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延伸出去的 那所以后面的话,当然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兴趣是 以色列与VBA,与工作表的自动化 那所谓工作表,当然就是下方那个一个标 一个一个嘛,一个一个的标签 一个这个,一个一个标签 其实是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工作表如果你要大量去处理资料的话,怎么做啦 不过理论上 工作,VBA的工作表应用 会先从单一个 慢慢再跨到两个 再到多个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对于 这个基本的东西还不熟 你不可能再做到后面 那我们前面会按部就班 如何自动化 VBA里面其实有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你如何去控制 控制什么呢? 控制储存格 控制某个范围 控制某一列 拢某一栏 相关的 反正这些东西在VBA里面都称它叫物件 反正一个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你可以控制它的话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随心所欲 反正你可以重复的做很多事情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一些回圈的叙述 所以回圈就是重复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哪一列到哪一列 哪一栏到哪一栏 做什么事情 你在里面撰写你对应的程序 那如果里面有一些逻辑判断的话 你再判断一下 那判断也大部分就是 比如说一重的判断 一副 如果条件成立的话 做什么事情 或两重或多重 那后面还会再讲到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在办例档案里面 第一个阶段我们还不会讲到逻辑 第二阶段就会讲到逻辑了 逻辑里面就分成我刚刚讲的 一重 两重 跟多重 OK 如果以进度比较快的 就是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那你可以自己稍微先看一下题目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先参考一下云端 或者讲义 先试做看看 OK 好那讲这么多 我们刚刚的这个 我还没介绍我自己 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要找到我 非常简单 你在Google上面 打吴老师 前面四个连结都是我的 第一个连结是我部落格 我部落格现在 至少放了几千篇 应该有上千篇的部落格文吧 反正里面都是跟那个电脑教学有关的 第二个是我的教学频道 那我教学频道里面 至少放了几万个影片 超过应该两万个应该有了吧 因为我每次上课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会把它传上去 所以这件事情我做了超过十年 有YouTube的时候就有我做这件事 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我以前教程师 同学上完之后呢 下个礼拜又问一样的问题 再下个礼拜又问一样的问题 我想说 总要想一些方法 可以让大家不要再问同样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录下来 然后怎么样呢 就丢给同学 OK 反正你回去自己看 这个方法后来发现太好了 再也不会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了 这样我可以把我的心力 放在应该上课的内容 进度也可以比较按部就班 不然的话每一次又上一样的东西 那这样进度就会拖累了 OK 好 那第二个呢 我目前主要上课的 第一个当然也是有VBA 所以你在YouTube上面 要找到我的相关其他的影片 或者其他的教学 其实也不难 好 我已经放了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在预习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反正你在YouTube或Google上面 找一些或者你YouTube上面 就打一些有VBA教学 就会一螺框的影片 你也可以自己先看过 当然欢迎 因为自己先预习 有些东西你即便听过 听影片跟听现场 一定是不一样的 OK 之前当然有同学会很担心说 老师你这样放上去 会不会就不会有人来上课了 后来发现好像刚好尖岛 OK 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听了听了 好像有点烧到养醋了 但是呢又好像没有系统 好像又懂了又好像不懂 所以干脆来上课 另外的话也可以看到老师本人 比较有感觉吧 不过这是我自己想的 好 那再来的话 那个我除了教Excel VBA之外 另外还有教手机的APP 这两者之间其实有非常大的关联 你VBA做好的东西 随时手机上要看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只要放在server上面 两边是可以同步的 OK 所以你所有人要看到你做的成果 在哪里 在手机上看最方便 那能不能可以 而且其实这方应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 不然你随时都要锁在办公室前面才能做 你看资料一定不需要了 你任何地方手机打开什么都知道了 OK 那这样工作起来不是很愉快吗 不过前提是你可能要升级 上班族 现在工业都4.0了 你现在上班族是几点零了 如果你还在停在 那个以前那种旧观念 你上班会非常辛苦 所以我觉得 各位来这边上课 当然尽可能就是更新一下 然后呢 建议一下你的那个学习的心态 可能慢慢要调整一下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我学不完东西 太多了 而且你很多可以自学 因为大数据的相关的议题的这个发酵 所以课太多地方要上了 所以我刚刚有提过 其实之前陈范人不是这样 陈范人通知我说 老师你课开诚的 我第一个不是很愉快 想说课 因为太多地方好像都需要这样的 而且其实当然不只是只有这边上课 只是因为这边也有需求 所以在蛮多地方都有开类似的课程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只是 就是在学术界 我发现在学术界很多东西是不足的 所以慢慢就跳出来 也许在业界打滚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做程式设计师的经历超过20年 所以我认识VBA也超过20年 写这样的东西超过20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很熟 但是基本上你们遇到的问题 应该我都能够解决才对 而且这门课至少也开了超过5年的时间 所以同学问的问题或者是同学的需求 那慢慢我也可以摸到 大概啦 不敢说全部 但是至少你们的问题 应该已经大部分人都问过了 所以我也设计一套可能比较有系统 而且可以比较短时间让各位学会的方法 OK 好 那再来其他的我的证照 证照 我至少超过30张了 不过这东西其实有没有用 反正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OK 不过我觉得像现在年轻的 你也不要都没有啦 这种东西是锦上添花 OK 如果你一张都没有 当然你会酸人家说 你考那没用 对不对 如果你很多张了 你说他没用 那当然 不过我觉得那不是结果 过程很重要 我觉得学到东西才是 那另外的话我刚刚有提过 你Google那个吴老师的关键字 会搜寻到第二个就我的教学频道 那我的观看次数 累积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500万次了 那我的订阅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13000多人 因为这旧资料 而且还持续在累积当中 也就是说订阅我的频道 我影片传上去就会有一万多人 不是只有在台湾 在全世界只要他对于这个议题有兴趣的 他都会收看 所以我其实感觉有时候上课还蛮愉快的 因为我感觉我看到的不是只有你们 我看到是非常多人 都对这方面有兴趣就会持续在订阅 然后收看 这感觉其实还蛮奇妙的 那我的教学频道里面500多万次 所以我也算是一个网红 OK 是不是 500多万次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老师的教学频道 他是做行销的 他说他应该算是YouTube界的 那个什么观看次数最高老师 我看一下他观看次数 他观看次数好像才多少次 他几万我也忘记了 反正那个数字 如果跟我这个数字比 他有一段差距 所以我反而我发现我太低调了 OK 因为他觉得他是 不过这个不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 Google每个月也会给我一笔费用 OK 不过这也是锦上添花 另外我在认证中心 他之前也负责过一些帮他们出题命题审题的工作 OK 所以我对证照考试也有一定的了解 好 那这个部分是我简单的介绍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课程 第一个 如果你 某些部分不足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买一些参考用书 那这些参考用书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 你对于Excel的函数 有没有全面了解 如果没有 OK 可能有几本啦 参考用书你们讲义里面都有 这里稍微看一下 那 另外有一本参考用书啦 最近我蛮喜欢推荐这一本 因为这一本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就是针对Excel里面的所有的函数 它把它概括大概九类吧 里面总共有468道题目 也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个函数都涵盖到了 如果说你这本书假如说 能够把里面所有的范例题 通通做完的话 我想你应该也是Excel这方面的函数方面的达人了 其实参考性还蛮好的 所以未来我们有一些立题 是从这本书摘录出来 因为不过它里面不是每一道题都非常的合适 所以我是抓里面比较好的 OK 那刚刚讲的是有关Excel的函数 如果你对Excel函数 再到Excel的进阶高阶函数 比较不熟的 我是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些相关Excel相关用书 去稍微再了解一下 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同学自己看书都没有问题啦 可是要做可能有问题 所以我主要把时间花在教你怎么做出来 OK 而不是说跟你讲一大堆理论 但是还是做不出来啊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看书 看半天 还是不会啊 尤其是VBA部分 我发现很多人是自己是买一堆VBA书籍 看了半天 还是一无所获 那坊间当然VBA书籍很多 那我是觉得像第一本是奇标的 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 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日本有些地方像书籍是真的是细节面面俱到 可是这本书缺点就是比较稍微旧一点点 因为它2003的版本 不知道之后有没有出新的版本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挑比较新的版本 那另外第二本是这本我蛮推荐的 不是因为它的书名取得非常好 它的书名叫什么 VB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书名就把它买回去了 可是买回去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结论是VBA一点都不简单 一键可能没有 所以我会教各位如果你回去理论 因为理论部分你可以自己看 但是实作部分我会教 所以教的部分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那再来后面还有就是说再更进阶的 可能跟什么呢 跟那个Excel里面 它会自己帮你写程式 里面有一个叫录制聚集的东西 所以第一本书呢 它是利用录制聚集 帮你写一些VBA的程式 再做修改 那这本书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它的好处是它的范例非常多 它有50个这个范例 那不过它书名也是取得非常好 是吗 就是比你早下班 对 所以很多人也是看了书名 就把它买回去了 发现好像还有很多地方不太了解 那再来就是有关资料库 或者是一些VBA的使用的技巧 这个我想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把这相关的书籍呢 至少稍微了解一下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部分 那待会后面基本上我们上课12周 也许大概每一个单元大概就上个两周左右 不过我会看那个实际上的情况 会增减时间 所以呢 那最后剩下的时间呢 就会再来解其他的综合性的范例体 那综合性的范例体就没有区分 它是哪一种函数了 OK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逻辑函数 刚刚提过的这个部分 那先把那个 这个范例档里面的 文字与资料函数 第一个范例 文字与资料这个范例 把它打开 好这个范例 打开之后的话呢 先了解一下几个 手机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做 可不可以用REPD加LEEN OK 那REPD加LEEN 也许你不熟 怎么办 前面有练习 REPD 假设说我今天呢 要了解REPD 那底下有说明 就是说 请你 如果100 100笔 给一颗心 有没有 利用什么呢 REPD加INT 那REPD刚刚有讲过 重复什么 重复几颗心 对不对 INT的话呢 是什么 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 就是取整数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游标放这边 插入函数 那我们可以找到 那个文字类的 我的习惯是 选取这个类别 那未来当然 我们会针对某一个类别 比如文字类的 那你可以选取文字里面的 那个 这个REPD R开头嘛 所以你往下找 REPD找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不用急着 马上 就按确定了 其实一般的习惯是这样 即便你完全没有使用过这个函数 其实你可以借由底下的说明 也可以大概知道说 你后面要做什么 有没有 底下还会跟你讲说 其实你要传两个东西给我 那所谓的函数 简单讲起来就是你给他什么 给他什么参数 OK 丢给他参数 他Return 返还给你什么 你要的结果 那你要的结果呢 就是RePEAT 也就是重复的结果 那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重复什么文字 丢还给你就对了 OK 所以底下会有个说明 依指定的什么字串 重复几次显示 OK 然后等等的这些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按确定 那你可以按照那个讯息 第一个你要Repeat什么 Repeat这个 OK 然后呢 因为等下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会增加列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1的前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前的符号 其实C不用 因为我们不用向右 所以锁1就可以了 等一下会向下 重复几次 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 根据 那个它的销售量 但是是要除以 100 因为100笔 OK 那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它这边会帮你提示 那计算的结果也会告诉你 这个是一颗星 不过 这边的话呢 1.58 那.58它要去掉 所以怎么样呢 你就是在这个前面 再补上一个INT就可以了 INT 前刮弧 再一个后刮弧 那你会发现呢 INT的结果就是1啦 把.58去掉了 按确定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结果 就帮你加入一颗星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把它置中一下好了 向下填满 OK 这个部分就完成 那其他还有像LEN 各位可以稍微把那个题目看一下 反正就是 先大概了解一下文字函数的应用方式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针对 这个 这个问题 就是后面的综合练习 比如说 手机 的 这个地方 怎么把它串切